第983集 穆飞驰身为牧师集团最年轻的掌权人 对京都的局势和各个家族的动静 心里跟明镜似的 韩家打着什么主意 他还能不清楚 他能请来专家研究 难道他就不能吗 所以这一次 芸汐要看韩家和乔家 他自然而然的就选了这个项目 想要跟穆家合作的企业不在少数 能让穆飞驰高看的 更是一只手都能数得清 想要合作的没有痕迹 那就更容易了 只要他放出风声 说这个项目需要的研究设备 穆家没有 正好韩家有 那么两家合作 就会成为必然的趋势 这个套路放在乔家 同样适用 因为乔家真正想要高攀的 无非就是这个军国少帅 随便扔出一个 跟乔家家族经营有关的项目 乔家怎么可能不嗅到风声 送上门来 论挖坑 穆飞驰的目光和手段 比他更准也更狠 随便扔出一个 就能让乔家和乔家联系到一起去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客气了 有顾白凡在 他不担心 那他也不必担心了 不过 这一次 我想把苏教拉进来 穆飞驰靠在床边 淡淡地抬眸看着他 嗯 苏教 苏教有谁今天招惹你了 让你这么不高兴 他今天跟梁卫明出去吃饭 见着了陈丽雪母女 和苏家的老四 若说是让他不高兴的 恐怕也只有梁家姐妹了 梁星已自以为 有了苏家这个靠山 他就能得到一切 摆脱韩中腾那个变态 只要有我在 我就会让他跟韩中腾 纠缠到死 他们让舅舅不痛快 那我也让他们不舒坦 你想收拾他们很容易啊 找个人打一顿不就行了 芸汐白了他一眼 轻吃了声 吃 打一顿不够解恨啊 让一个人痛苦 得从他恐惧 甚至是厌恶的事情上下手 梁星已变成今天这样 靠出卖身体 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全都是韩中腾逼的 他若不恨他 哼 打死我都不信 就让他以为 自己有希望摆脱地狱的时候 我再一脚 把他踹回到地狱 不是更解恨吗 嗯 好主意 沐飞驰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一脸地赞赏 芸汐转头看着他 轻拧着眉 有些不解 啊 听完这番话 你们男人不都应该会说 最毒富人心吗 是个男人 在面对这么狠毒的女人的时候 都会心生厌弃的 可他竟然还说 他说的是个好主意 他大爷的品位还真的是 不同凡响 哼 比起那些 角柔造作 暗地里耍心机的人 你对我这么直白 那说明你 没把我当外人 再说了 谁要得罪了我 我的反击 可没有你这么善良了 少爷 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好吗 苏家那边不急 我给你挖坑 你想让梁心仪 有利用价值 得让她有被利用的价值才行 陈丽雪现在 还没有嫁进苏家呢 自然没有筹码 让韩家高看 所以 芸汐转过头 一本正经地看着他 那就想办法 让苏宗平赶紧把陈丽雪取了 苏宗平在苏家 没有什么地位 现在家主 是苏东霖 一切得由他说了算 就算是老爷子拿主意 也没有用 那 我要去会会这个苏东霖 我帮买卖送到他跟前 他是个商人 利益为先 不畏事偶不见 以什么声音去 穆飞驰轻笑了声 六个字就如同冷水浇头 芸汐咯噔了一下 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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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Bible 不说话了